想必大家对哥斯拉都不陌生 哥斯拉在日本和中国的神龙是一样的地位 他是人们杜撰出来的神兽 小雪说电影专注好电影 大家好,我是小雪 今天带给大家的一部电影就是20年前上映的哥斯拉 在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 一群法国人正在秘密地做着核实验 巨大的核溪漏导致爆炸 本土的蜥蜴们也受到了威胁 长期受到核污染的状况下 一颗细弹发生着诡异的变化 时光转瞬而至 几十年后,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 一艘来自日本的渔船正在暴风雨中捕鱼 忽然之间,雷达屏幕上显示有个巨大的不明物体正在靠近 不出所料地袭击了渔船 坚固的渔船在巨兽灭前不堪一击 不出一会儿,船员们纷纷领了便当 整个袭击中只剩下一个生还者 通过新闻的报道 身为特工的大胡子找到了这名生还者 生还者告诉他 这个巨兽在日本名为哥斯拉 另一边,一群生物学家正在研究着一个突如其来的脚印 巨大的脚印也让他们大为惊奇 不远处的海边 天流那艘被袭击过的渔船 小白捡起船上残留的罐头 直觉告诉他 哥斯拉可能是因为食物才袭击轮船 一晚又有三艘渔船遭到了袭击 军方也慢慢重视起来 小白推测 哥斯拉很有可能是通过核辐射变异的某种动物 因为哥斯拉第一次出现的地方 曾经进行过多次核实验 哥斯拉也有可能是那个时候诞生出来的 宝尔姐身为一名出色的记者 一直想出人头地 可是他的上司却是一个不折不够的流氓 为此他不得不放弃了梦想 辞职回家 一次他和他的几个记者朋友 在餐厅吃饭中 看到墙上电视里正在报道着 哥斯拉的事情 里面还出现了小白的身影 原来宝尔姐和小白是昔日情侣 曾经美好的相恋时光 又出现在宝尔姐脑海中 可就当这时一阵地动山摇 哥斯拉居然出现在了城市中 巨大的脚掌轻而易举就压扁了 街边停靠的小轿车 宝尔姐的记者朋友 连忙拿起身边的摄像机 想出去录下这难得的一幕 可是很快就成了哥斯拉的脚像亡魂 哥斯拉在城市里四处游走着 像是寻找着什么 这边小白与同军方人员 来到哥斯拉破坏的地铁里 在这里居然有许多活蹦乱跳的深海鱼类 果然哥斯拉就是为觅食前来 小白临机一动想到一种办法 既然哥斯拉为了觅食 那他们就可以利用食物来引诱哥斯拉前来 军方长官让手下收集鱼类 堆放在广场中 他们在周围设下重兵埋伏 只要哥斯拉出现就消灭了他 一晚又是一阵地动山摇 街道地面突然裂开 哥斯拉从里面走了出来 小白拿出相机想拍下哥斯拉的全貌 可是相机的闪光灯忘记关闭 哥斯拉被闪光灯吸引 他来到小白面前 周围人都惊慌失措 可是哥斯拉也只是凑近看了看 并没有袭击小白 随后就转身去往渔堆 小白这才发现 哥斯拉对人类并没有任何的恶意 他只是为了觅食而已 小白想拦住军方人员 可是军方首领却不听小白的 执意下令 一时间周围的军队们对哥斯拉展开了大规模的袭击 虽然强制对哥斯拉造不成什么致命威胁 可是哥斯拉还是转身逃离 军方又出动了直升机跟随哥斯拉 整个城市被炮火袭击的破烂不堪 小白来到大街上用试验瓶装了点哥斯拉留下的血液 宝尔姐已在人群中看到了小白 大街上毕竟很危险 小白就带着他回到指挥中心 回来后对宝尔姐的询问 小白也只是敷衍地回答着 并自顾自地做起了实验 通过对血液的检测 小白发现这只哥斯拉居然可以无性繁殖 甚至毕竟怀孕 他推测哥斯拉来尝试 不光是为了觅食 还有可能是为了寻找地方生产 科学狂人小白对这一点很是兴奋 通误释调宝尔姐连忙去另一个实验室 进行下一步实验 宝尔姐看着小白桌上的实验资料 她觉得这是一个能令自己继续成为记者的机会 于是便悄悄地拿走了这些资料 她将这些资料拿给报纸领导 以此作为能继续工作的筹码 可是领导却盗取了她的成果 发布出去 对宝尔姐的质问理都不理 小白对哥斯拉的研究有了一些进展 连忙告诉军方 告诉他们 哥斯拉的生产地点就在地下 必须要赶忙做出相应的应对措施 不然将对人类有着很大的灾难 然而此时电视上通过报社领导报道出来的 正和小白说的一模一样 军方也认为 事与小白事先就对外谢了命 根本不听小白的解释 就把小白赶出了调查组 小白只好说是自己的物品准备离开 宝尔姐也找了过来 向小白坦白了自己的行为 期望能得到小白的原谅 小白对他已经彻底无语 扭头就自行上车离开 司机正是特工大胡子 大胡子表示 自己也在研究哥斯拉 想拉上小白一起调查 已经没了工作的小白不想放弃这个机会 就答应下来 大胡子带着他来到一个仓库中 这里就是他们的基地 大胡子给小白介绍着这里的一切 小白看着基地中的配置也放下心来 于是便把他的所有发现告诉了大胡子 可是这件事也被窗外一名鬼祟的男子偷听到了 男子也是名记者 他找到了宝尔姐 想联合宝尔姐一起去哥斯拉的巢穴 拿第一手报道 夜晚二人来到地下 可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军方又在广场上堆放了众多的鱼 来引诱哥斯拉 受到了上一次的袭击 哥斯拉明显狡猾了些许 并不着急前来觅食 他在两栋大厦中间躲藏观察着四周 最终还是抵不过食物的诱惑走了过去 军方又一次的袭击 逼得哥斯拉只得跳进海里逃生 可是军方已早早在海中安排好了潜艇 哥斯拉一入海 潜艇就发出了攻击 被击中的哥斯拉沉入到了海底 军方认为哥斯拉已经死亡 既然小白带着大胡子等人来到哥斯拉的地下室 他们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的巨型软 大胡子叫人安放了炸弹想摧毁这些软 可是他们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的软 带的炸弹根本不够 甚至有些软已经开始了孵化 小哥斯拉扑克而出 开始对大胡子他们实施了反杀 小白他们只得先撤退再做打算 可是通往地面的道路已经被小哥斯拉牢牢把守住 手机也没有信号向外求助都做不到 正当小白行为一冷时 头上的通风口突然掉落下来 法尔姐和那名男子滚了下来 原来他们二人也是被小哥斯拉追赶才躲进里面 毕竟当了这么久的记者 法尔姐很快就想出了一个办法 可以通过地下室中的卫星网络设备与外界 进行同步直播来获取救援 四人四处摸索 终于找到了设备 进行了直播 成功的联系到了军方人员 并告诉了军方此处的危险性 要求一定要携带好足够的炸药才能摧毁这里 军方决定直接发动导弹把这里整个摧毁 留给小白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他们必须要在军方发动导弹前逃离这里 面对巨大的压力 几人齐心杀出一条血怒 在导弹到来前几秒逃了出去 转眼间整个生产地都被炮火炸成了灰烬 几人死里逃生 呆呆地看着已经成为废墟的地点 本以为事情到此就结束了 可哪想到 哥斯拉居然从废墟中站了起来 他看着被炸成灰烬的孩子们 终于愤怒了 他认为是小白几个杀死了他的孩子 追着他们要为自己的孩子报仇 小白他们往道路狭小的地方逃窜着 可是铜墙铁壁般的哥斯拉 一路追赶四夷地破坏着道路旁的高楼 他们赶忙开上街边的出租车逃窜 可是哥斯拉还是不肯罢休 不顾自己的安危 一路追赶 最终在一条桥上追上了他们 一整口把整个出租车咬住 还好胡斯格机智 拿出汽车中的一根电线 就往哥斯拉的嘴里放 被电到的哥斯拉吃痛张开了嘴 胡斯格也趁机发动车 从哥斯拉嘴里开了出来 这时军方的战斗机也赶到对哥斯拉发起了攻击 被乔生缠住的哥斯拉根本无法逃跑 很快在炮火的攻击下身亡 这场灾难也就此结束 可是人们不知道的是 在城市中某一地下室里还存活着一枚巨大的软 想来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 这部电影上映在二十年前 总体来说当时看到的心情是惊叹的 完美的CG技术 现在军方力量的布局 都市中人群大规模的逃窜场景 这些在相较于那个年代 已经是无法超越的 法莱坞也首次给哥斯拉题材 加入了现代电影元素 影片上映后也引起了两极分化 好评的人认为影片整个特效超然 而差评的人认为 这部影片中的哥斯拉 颠覆了以往哥斯拉身为 地球守护者的形象 即使发生两极局面 但是98年的这部影片 还是成功地开启了哥斯拉系列 激活了当代以哥斯拉为题材的系列 也才有了16年日本指导的新哥斯拉 好了 关注雪儿 下集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新哥斯拉